华联市公所星期六在秀泰影城 举办了《做工的人》电影版包场活动 市长魏佳燕和先议员魏佳贤 陪同了家福中心 一百多位经济辅助户的亲子家庭 到现场看电影 而市民代表会的主席李正伟 他也特别出席 还赞助饮料和爆米花 让所有的观众都非常开心 这个星期六下午 市长魏佳燕和先议员魏佳贤 都一起陪伴孩子们看电影 市民代表会的主席李正伟 还赞助了饮料及爆米花 让看电影更有趣味 华联江福中心主任施政言 十分感谢市公所和代表会的关怀 我们其实要非常谢谢 华联市公所还有市民代表会 其实在每一年都会招待 我们的家庭来看电影 那这一次看的电影是做工的人 其实某种程度也在反映 一个社会底层 也是我们家庭的一些现状跟样貌 那我相信今天这样子的电影 其实对我们的家庭还有孩子 关系的促进还有那种感受 其实应该会非常的深 那当然也市民代表还有市公所 也都非常的贴心 其实每一次除了看电影 也会帮我们的家长孩子 准备爆米花饮料 所以其实有家够了 然后孩子们都很开心 市长魏佳燕表示 公所团队不只希望 为亲子创造美好回忆 也让平常很辛苦的爸妈 可以暂时卸下压力 轻松投入电影剧情 同时也希望这个电影 可以带来正面的影响力 鼓励孩子们勇于克服困难 今天也招待我们的一些孩子们 来看我们国片做工的人 那我想在疫情的期间 做工的人有上电视剧 我相信非常有看过的人 非常的感动 那也知道最后的一些故事的 跟一些内容 那在这边也跟我们电视的 好朋友们说 也希望大家都能来看 那其实是 我们是希望让孩子们知道 我们不管是做任何事情 我们的职业都不分贵贱 那也在这边 也要跟我们孩子们诉说 不管你的爸爸妈妈做什么工作 你都必须要爱他 那也要了解到工作的辛苦 那养一个家庭是非常不容易的 那今天家宴也带着我们孩子 还有我们公所的一些同仁 一起来观赏我们这片 活片做工的人 也希望说能够让孩子们 都能够了解爸妈的一些辛劳 做工的人电影版被誉为是 给劳动阶级孩子的情书 片中细腻刻画主角 阿琪和儿子小杰的父子亲情 有很多父子间 赞人热泪的私密对话 其中也带入对职业歧视的写照 让不少观众感触良多 这场午后电影派对 让一百多位家庭经济辅助的 弱势家庭享受了美好的亲子时光 觉得会欢视报道 谢谢大家